楚國的楚城王就是重用的鬥子民 鬥子民一接任 即刻下令 他說國家之所以會發生禍害 都是由於君弱神強所致 由現在起 所有百官 受皇上所封的土地 統統將一半退回國家 他自己首先把自己的封地交了一半出來 楚國的達官貴人雖然不服氣 但是見到靈魂帶頭做起 就無可奈何個個都交了一半封地出來 分封出來的土地連百姓 一半又歸回楚城王來集中管理 楚國的國力就逐漸強大 鬥子民又發展生產 他看重現在湖北江陵縣的地方 北巨漢江南臨相淡 他提議將國都由丹陽搬去那裡 由任用出名的賢臣屈原來做大夫 那在這裏就要說一句了 這位屈原呢 他的原業是完全那個原 那跟後來頭墨羅江那位愛國大師人屈原呢 是兩個人來的 子民又派鬥廉鬥將做將軍 率領兵馬日夜訓練時出 楚國經的鬥子民一整頓 國家就更加強大 兵精良足 楚城王就一心要和齊援公來爭天下 聽聞齊援公平定了老國內亂 又為營國為國建立京都 楚城王對令韻子民說 現在齊援公已經成為霸主天下歸心 人人敬伏 唉 寡人枉字清黃 屬於漢東一角 天下人只知齊援公威名 沒有人知道我們楚國強盛 寡人實在不忍耐這口氣 你們有甚麼辦法可以打入中原 和齊援公來爭霸呢 寡人就說齊援公得管仲為相 已經苦心經營了三十年 他打著周天子的旗號 中原各路諸侯都擁戴他 現在我們要和齊援公爭 還不是時候 要逐步禮 鄭國在南北中間是中原的門戶 鄭國曾經臣服我們楚國 後來被齊援公 他又依附了齊援公 皇上如果要爭霸中原 第一步就要先打鄭國 如果佔了鄭國 那就打開中原門戶 可以和齊援公爭一日之短場 楚城王就聽從子民的主張 派大將、鬥將 帶二百部兵車 突然進攻鄭國 誰知道鄭國長期來受到 楚國和齊國輪流來進攻 現在就剛剛依靠了齊國 就一條心盯著楚國這邊 日夜派兵來防守邊界 一打聽到楚國興師進攻 鄭國就立刻一面派大將丹白 帶領兵馬來到邊界防守 一面派人留夜去齊國求救 齊援公就聽了管仲說 最大的敵手是楚國 那對楚國已經十分提防了 一聽聞說楚國攻打鄭國 就立刻集合國路諸侯 準備派兵來救鄭 乘機攻打楚國 楚國的大將、鬥將 帶著二百部兵車來到邊界 見到鄭國的大將丹白 已經報好陣勢在等候 又聽聞齊援公已經號令國路諸侯來救 鬥將怕出師不利 就退兵回楚國 哈!那個楚城王 他一心想打鄭國 攻入中原和齊援公爭霸 現在聽聞說 連鄭國都打不進去 退兵回來 覺得雕面子 立刻把身上佩戴的寶劍取下來 交給大夫鬥臉 呼吩咐他 你就帶著寶人這支劍 去把鬥將的頭砍下來 帶人頭回來見我 鬥臉呢 原來就是鬥將的大哥來的 軍靈不敢為 立刻留下截著鬥將 對他弟弟說 現在奉大王之命來斬你 鬥將就跪下來 求大哥想辦法救自己一命 鬥臉又說 現在唯一的辦法 是立功贖水 我和你倆盤死攻入鄭國 鄭國怎麼也想不到 你會回頭打他 如果上天保佑能夠一戰攻城 打入鄭國 這樣就可以勉強一死了 如果不行 我們兄弟倆同歸於盡 於是這兩兄弟就把軍隊分成兩部分 一人大一半分成兩路 留夜就攻入鄭國 果然鄭國的大將丹伯 他猜不到楚國會再回頭 那個人只是夜幕沉沉 士兵正在休息 被他們一衝當堂亂了陣腳 丹伯就慌亡應戰 鬥臉鬥將的兩兄弟 想著因為犯了軍法 如果不打個大勝仗回來就必死無疑 所以兩個就奮不顧身 一個就拿著大斬刀 一個就拿著大鐵鎚 兩個人就像兩隻發了癲的猛虎一樣 一前一後就夾著丹伯來打 兩兄弟就夾手夾腳 把丹伯生琴過來 鬥將就想趁機長驅直入 打入鄭國京城 大佬就勸著他 慢著,慢著 這次是僑倖地撿命 但求皇上能夠輸罪 千萬不要魯莽從事 萬一齊援功救兵趕到那陣 再拜一仗,必死無疑 兩兄弟就押戒著丹伯回去見楚城王 鬥臉就叫他弟弟在外面等一等 他就進去拜見楚城王 為自己的弟弟來開脫 他說,皇上 鬥將並非害怕敵人不敢進攻 只是用有敵之計 現在已經生琴了鄭國大將擔白回來 請大王輸罪 楚城王看到這樣就說 好吧,既然抓了鄭國大將 那就算他將功截序 不過既然抓了鄭國大將回來 為何不乘機攻入鄭國的京城 逼他投降呢 鬥臉就說,因為兵力不夠 怕萬一不能夠取勝有欲國威 楚城王一聽又鬧 鬥將分明是不夠膽 怕了齊緩功,還推三賴四 說兵力少 好,寡人再派四百部兵車給他 你告訴鬥將 如果再不征服鄭國 不要回來見寡人 鬥臉就說 征服鄭國這麼大件事 怕鬥將一個人擔當不起 不如派臣一起去 如果鄭國不投降 臣兄弟兩人就綁鄭國國軍回來見大王 楚城王聽他這麼說就十分稱讚 好,立刻封鬥臉為大將 鬥將做副長 帶領大軍殺賓鄭國 好,再說鄭國這邊 一聽聞丹伯被俘虜 鄭國國軍即刻陋夜派人去見齊緩功求救 好,管仲日對齊緩功說 主公,這幾年我們齊國出兵出力幫助了這麼多諸侯 這次到我們用國路諸侯的時候了 就趁這次機會說去救鄭國 主公大會諸侯出兵佛楚 嗯,對對,寡人日夜不忘對付楚國 知大會諸侯,楚國必然有所戒備 很難取勝 哦,主公不用擔心 主公不記得了 蔡國得罪主公 主公一直想討伐他 蔡國就在楚國旁邊 這次就藉口討伐蔡國 那楚國就必然沒什麼防備 到時我們出其不意突然攻打楚國 這樣就可以一舉成功了 齊緩功一聽果然有道理 即刻通知國路諸侯 在明年正月就匯齊在齊國邊境 出兵攻打蔡國 哈哈,又奇怪了 為什麼小小一個蔡國 會跟齊緩功這麼大仇口呢? 原來這個蔡國國軍 曾經把妹妹嫁給齊緩功做第三夫人 有一天,齊緩功就跟蔡氏 一起坐艇在河花池採摘河花 那個蔡氏呢,就似著自己得寵 是第三夫人 又用手潑水來跟齊緩功玩 一潑就潑到齊緩功全身濕透 齊緩功就叫他不要這樣玩 誰知道蔡氏是年紀小 喜歡玩 見齊緩功這麼怕水 他還玩得得策 出來把小艇來到左搖右擺 這隻小艇很小的嘛 齊緩功那個人又大件 今天又不懂得游泳 差點把小艇翻沉了 搞到齊緩功十分狼狽 蔡氏還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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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齊緩功那時候是當代霸主來的嘛 在人家面前就裝成十分威嚴莊重的樣子 現在被那位蔡氏 當著那麼多徐從面前來戲弄 他面子不能下台 當堂發火 唉,你這麼懂事的 怎樣做國軍的夫人 馬上就派個薯雕 把蔡氏送回蔡國 叫蔡國國軍好好地教訓一下他 那位蔡國國軍 看見這麼熱鬧了 我妹嫁給你齊緩功 那以後你滴那麼多小事 把我妹趕回來 你分明是侮辱我而已 那蔡國國軍一氣之下 把我妹呢 就改嫁給楚國國軍 楚城王做夫人 那齊緩功後來想接蔡氏回來 蔡氏都已經做了楚國楚城王夫人了 齊緩功對蔡國國軍 恨之入骨 指天為誓 一定要報這個仇 那現在就找到藉口了 就借以為蔡國報仇 就約宋魯、衞政、陳曹許 一共八國一齊去攻打蔡國 齊緩功親自掛稅出征 派本仇做大長 帶領包叔牙、習憑、奔須武、公子開放 樹雕、兵車三百步、征兵萬人 分隊來出發 樹雕自告奮勇 要求打前鋒 帶一隊軍馬運小路去襲擊蔡國 齊緩功一向很重 這個樹雕 也想給他機會立功 就答應了他 奇怪了 那個樹雕一向都貪生怕死 為什麼這次忽然變得這麼下力 原來那個樹雕 他曾經在宮中服侍過齊緩功那位第三夫人蔡氏 後來又是他送蔡氏回到蔡國 他見過蔡國國軍 現在想趁這個機會 勒索一番發一批大財 蔡國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諸侯國 一向依靠楚國來保護 突然間齊緩大軍兵臨成下 蔡國就舉國上下放曬 關城門就不敢迎敵 樹雕呢 就在城外揚威耀武指揮士兵 將京城團團衛實 蔡國國軍打聽到原來是樹雕帶隊來 甚至肚明知道樹雕是個小人 現在他親自來 無非是想勒索想發財 即刻留夜派使者送了一車黃金珍寶 偷偷運出去交給樹雕 就求他退兵 樹雕受了一份後禮之後 接著就威嚇使者說 你回去馬上叫你們國軍 棄城逃走 留一條命 我只是打前鋒 此日齊桓公親自率領八國諸侯來 不單要滅了你們蔡國來報仇 還趁機攻打楚國 我和你們國軍有交情 故意偷偷地告訴你們國軍 蔡國國軍一聽到這個消息 哎呀 什麼齊桓公親自帶領兵馬來 小小的蔡國哪裡抵擋得住 留夜就帶上家眷 偷偷走出京城去楚國避難 那蔡國那幫大夫 見到國軍都已經逃亡 齊桓這麼強大的 哪裡還能打 之後打開城門來投降 樹雕不費一兵一出 就攻入京城 他乘機領功 飛馬來報給齊桓公聽 說旗開得勝 已經打入蔡國國都了 那蔡國國軍走到楚國那裡 立刻就將齊桓公帶領八國軍馬 打算佔了蔡國之後 立刻來進攻楚國的消息 告訴楚城王 楚城王一聽就大吃一驚 哎呀 好在樹雕這個奸臣通水給蔡國國軍 要不然就中了齊桓公子繼天 楚城王立刻找鬥子文人商量 馬上將各路軍馬調回來鎮守京城 又將攻入鄭國的鬥廉鬥將兩兄弟的兵馬 全部調回來防守 楚國的軍馬日夜皆比 過了幾天 齊桓公統率八國兵馬來到蔡國京城 樹雕拜見齊桓公又是大吹大雷一番 說自己怎麼指揮友方大破蔡國攻入京城 齊桓公加掌完樹雕 就馬不停蹄 統率八國兵馬來進攻楚國 本來以為這次神不知鬼不覺 一下子就可以打入楚國 去到邊界的人 果然沒有見到什麼兵馬駐紮 齊桓公十分歡喜 剛剛想下令衝過去 誰知見到路邊停了一輛馬車 車上站了一位楚國大夫 義貫整肅 臣太莊重 大夫身旁的徐松大聲喊 請齊國國軍停一停 楚國是臣屈原 已經在此恭候齊候很久了 齊桓公就惡言 咦 楚國怎麼知道我們進攻他呢 觀眾就說 嗯 一定有人走路消息 現在既然楚國已經有所戒備 主公不如下令先停止進軍 等臣去接見侍者 看他有什麼說 然後才定下一步的做法 齊桓公就下令停止進軍 觀眾就坐車過去和屈原相見 兩個人互相拱手行禮之後 屈原就說 我們國軍知道貴國大軍來到閉國 派小臣屈原來拜見齊口 好 請問齊楚兩國 一個在北邊 一個在南海之濱 兩國蘇來河水不犯 井水和牧相處 為什麼突然大軍壓境呢 觀眾就說 我們齊候受周朝天子之名 做國路諸侯的盟主 值責去維護周朝 康復皇室 你們坐國 本來早已經規定 每年要進攻南方的特產包茅 給天子造酒 來拜祭天地之用 自從平凰東天以後 楚國居然連包茅都沒有進攻 搞到天子祭治天地的時候 缺酒來都用 這個是你們楚國對天子不敬 另一件事 周天子的祖先周朝皇 當年經過楚國 你們楚國照顧不周 使得超皇在漢水沉舟遇難 這件事也是你們楚國的罪狀 屈原聽完就說 周天子東天以後 周朝已經形同虛設 諸侯沒有進攻的事 天下皆是何止我們楚國 其他的都沒有罪 為什麼唯獨要追究我們楚國呢 不過既然貴國要追究我們 沒有共上包茅的事 那麼楚國可以認楚 以後照樣進攻給周天子 至於說幾百年前 周朝皇在漢水沉舟遇難的事 這件事分明與楚國無關 貴國一定要拿這件事來追究 請你自己去漢水問一下何臣 為什麼要淹死天子呢 好了 失賠失賠 我要回去幫經歷你的言言 回報給國軍安 biology � JA 插著說完 Spot 上車就走 你不理管管總 管兇回來就對齊 coconfull說 楚國人非常堵硬 靠港好像沒辦法說得通 之後再打過去用兵馬來壓他 看看能否收效 齊桓公立刻下令八国军马一起攻入楚国 一直打到离楚国京城没多远的汗水 观众就下令就地安营习宰 其他七国之后就想不通了 纷纷来问 现在已经攻入楚国一直都这么顺利 怎么突然停止不进攻 不如一直打入楚国京城 和楚兵决一支红 何必停在这里呢 观众就说 楚国既然已经派屈原在边境等候 可见人家早有准备 如果现在逼着楚国 倾国之兵来决一死战 那仇恨就会越结越深 以后就没办法讲和 不如就集兵在这里 让楚国知道我们八国兵力强大 他一定不敢硬打 不需要多久 他就会派侍者来求和 如果我们能够不动刀兵 可以逼楚国认错港和 那可以修复到楚国 我们也不用遭受损失 起飞上策 各路诸侯听到管众这么说 半信半疑 议论纷纷 有些主张怎么说 都是趁机会打过去好 有些说管众的主意对 只要楚国认错就算了 齐桓公呢 一切都听从管众主张 他说没有理那么多 一要按兵不动 再讲楚城王这边 楚国因为树雕通风报信给蔡国 所以早就知道齐桓公来打 楚城王就拜斗志民做大将 调动大军 集在汗水后面 想引齐桓公大军过汗水 打算一举打败齐桓公 谁知齐桓的兵马将近到汗水 管众就下令安营 集债不过河 斗志民就对楚城王说 管众真是懂兵法 这个人老谋心算 现在他拥有八国兵力 突然停着不攻打过来 他必定宁有打算 不如再派的侍者去见管众 看他到底想怎样 楚城王就说 那派谁好 这个重担只有大夫屈原可以承担 屈原就在旁边说 上次神已经和管众见过面 又承认过缺贡包茅是我们的过错 大王如果要和齐国讲和结盟 那神还可以不辱国体 来解决两国分争 只如要决定立即交战 那神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大王另派一位能者去为好了 楚城王就说 寡人一切交给你 无论结盟或者立即开战 由你作主 不用回来问寡人 于是屈原又去到镇前求见齐桓公 管众就说 楚国大夫屈原再来 一定是来结盟 主公要以礼代之于 屈原来到见到齐桓公之后就说 我们国君知道因为没有朝贡天子包茅 所以导致贵国兴兵 我们国君认错了 如果贵国能够退兵三十里 帝国君愿意和齐国讲和 齐桓公就说 大夫这么通情你能够劝说贵国国君 顾存大局 尊敬周天子 寡人又可以回去回报给天子 了了这件事了 屈原词别了齐桓公之后 就立即回报给楚城王之 说齐侯已经答应退兵 神也答应每年入拱 刚刚说完 探子就来报了 八国兵马已经开始后退 楚城王再派人去打听 探子回报说八国兵马已经后退三十里 楚城王见到八国兵马撤退 以为齐桓公怕了自己 他又想不认长 洪青王再派人去打听 感谢观看